各自离开的马车内,昙花各不相同,对象却是同一人。 通过今日这一场相演,不说和画室能成为无话不说的朋友,贴心的姐妹,关系却是真正亲厚了。 画室也许是有手段有功夫,却绝不是除此之外就什么都不懂的妇人。 书上说,扶生偷德半日闲,便是说他们今日吧。 他们感谢提供了这个机会的话时,等到前面的客人都走了,太子妃才慢悠悠地走出来,神情懒散,看着竟像是享受至极。 都走了? 嗯,您难得出府一趟,不多待一会儿。 再待下去呀,太子要遣人来寻人了。 马车驶到了门前,画如初随之一起下了台阶。 示意云书将早就准备好的两个大商铺少的香囊挂到马车前方。 悬空的位置会随着马车一晃一晃的,香味也会散发出来。 这才是真正的香车美人呀,目前来说肯定是独一份。 不过呢,效仿者众多,不说几日呀,恐怕所有的女眷都会用上这个。 太子妃吸了吸鼻子,是她喜欢的香味,淡淡的,却绝对不会被忽略。 他们也只得这么一点爱好了,随他们去。 正好琳琅阁的东西能卖得更快些。 画如初笑,可不就是。 要不全太原的马车都挂上这个,它能进多少银子。 上了马车,太子妃撩起车冲的帘子,温声道。 你也辛苦一天了,进去吧。 画如初低声应试,旋即又道了声谢。 这声谢为何? 两人心知肚明。 相视一笑,一人前行,一人进屋。 过了影币,就看到文佑背着双手站在那里。 在等我吗? 怎么出来了? 文佑不打反问。 都走了。 嗯。 画如初走近他,故意靠得激进。 走动时,手臂贴着手臂,手指有意无意地互相碰触。 两人都享受这种亲密。 在厅堂坐了,银叔上了茶,便领着所有人退下。 他得去看看今晚的菜色。 小姐累了一天,得给小姐包个汤才行。 不知道有没有鲜鱼。 揉了揉脸,画如初抱怨,唉,脸都笑僵了。 屋内没人,文佑也放开许多。 坐近些帮他揉腮帮子。 看着他脸上变化的形状,很是想笑。 没一会儿,画如初就推开他的手,喝了口茶,问,段氏走了,你知道吗? 知道,当时马百遍遍遣人来告知我了,只是你的丫头都教得太好了,弄是没一个嘴碎的,我到现在都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。 这是抱怨,话如初只觉得满心欢喜。 阿佑早就习惯了被其家知识的团团转,从来就没有过这样对他来说多余的情绪。 现在却轻易就将这种情绪在他面前表现出来,这算是一大进步吧? 很高兴。 误以为是段氏走了,如初高兴。 文佑眼里带上了笑,是很高兴,但我不告诉你为什么高兴,傲娇地抬了抬下吧。 话如初将船上发生的事详尽地说出来,听到最后文佑几乎暴怒。 他存了什么心,毁了你的香烟,还是想伤了你,要是你没提防,岂不是…… 你知道他伤不到我,太子妃正好借着这件事帮我将他踢出了府,别气。 不过,总归是跟了你两年的人,你不是说将他连他的家人远远送走吗? 那就这么做吧,你的心没那么硬,与其倒是后悔自己做得太狠,不如现在就将是周全了。 文佑握住他的手,点头。 他想到的,如初都想到了,他没想到的,如初也想到了。 得其如此,夫妇何求。 此日,文府的香宴就传开了,尤其是当有份参与的人,一身心香,勾得女眷追问时, 林郎阁有独一无二香料货源的事,几乎众人皆知了。 林郎阁的伙计,不知道第多少次回复了来打听的人后,向皇掌柜吐苦水。 林郎阁,你打听的人太多了,要不我们就上柜卖吧。 黄青元摇头,不敢说小姐发话先勾着他们再说,指示道。 香都还没挑出来,你拿什么上柜,总不能将那些东西全堆上柜台就算数了。 又来人了,快去。 打发走了伙计,黄青元去后院找柯狼头,既然这么豪迈,他得和柯狼头说声,下次来还得多带点。 男人的钱好赚,但那是在特定情况,特定地点,比如宜红月那样的地儿,一至千金万金的多的是。 现在,他倒觉得,女人的钱更好赚了。 林郎阁没偏一货,已陷在这个势头。 他相信,只要将货一摆上,他等着数银子就成。 老阁。 一个伙计从礼物冒出头来,回话。 正贵的,老哥出去了。 黄青元皱眉,小姐不是嘱咐过他,要少出门吗? 你知道他去哪儿了吗? 听他嘀咕说,要去找三小姐算账。 那行,没事了。 文府内,哥郎头吸溜着茶水,左右打亮着新宅子。 没有那便打。 是没有,你准备返航了? 啊,对,你找人替我买的货物昨天期了,我都一惊撞船。 再养着还要耽搁几天,早出发早回去。 我捡在家多写几天,这些年天天就在海上飘着了。 三小姐,你一定不能消气,我赚的都是辛苦钱哪。 嫌辛苦,就别跑海上买卖。 喝了口茶,话如初闲闲的道,想从他这逃好处,没门。 生意场上亲兄弟都得明算账,他再投一次胎都不可能和他成兄弟。 哥狼头苦着脸,我不跑海上买卖酒没镜子呀,没镜子啊,假作就会被人猜,我怎么能不跑。 大公子,您回来了。 屋外,丫头的请安生,使话如初,哑然抬头。 看到进来的人赢了上去,今儿怎么会这么早? 嗯,无事了。 他现在上差时间自由多了,也不用全铁,处理好工事就能撤。 深水巷离皇城不远,要有事儿来,传一声也快。 看到屋里,长相看起来有点怪异的陌生人,文佑对他微微点头。 进来的时候,马百便告知他了来者何人。 哥狼头也站了起来,等着三小姐做介绍。 男朝很保守,能随意进来那宅,且能和三小姐靠得那么近的,除了男主人,不做第二人想。 哎哟,这是哥狼头。 他是藩人,现在这模样是做了伪装的,免得引来麻烦。 哥大侠,这是我夫君,文佑。 我看着也是。 这么说着,哥狼头露出八颗牙,双手一抱拳,道。 文大公子号。 文佑回了一礼。 请坐。 好,冷淡的一个人。 和三小姐的性格一点也不像。 也不知道关系好不好。 哥狼头小心地压了压自己的头发想。 他的疑问很快就得到解答了。 马百说你中午没吃多少。 话如初瞟了哥狼头一眼。 我是想到呀,要出去一大笔银子,吃不下饭。 等琳琅隔大笔进账那天,我将今天少吃的补回来。 胡来? 银子多少能有身体重要? 话如初不想当着哥狼头的面背讯,讨饶道。 晚上我多吃点,别说我了。 文佑抬了抬眉,终是没有再说。 哥狼头捡起掉了的下巴,暗骂自己瞎了眼。 这男人哪里冷淡了? 明明对三小姐温柔得很,果然还是三小姐最厉害。 哥大侠,这是丈母,你看看有没有错了。 哥狼头接过去,前面的随便翻了翻。 着重看了后面的总数目,和自己算出来的,相差不超过十两。 看着那个大数目,满命喜四地点头。 是这个数目,没错啊。 话如初点头,又施以东飞将一个特制的袋子放上。 这里面是你要的药丸,一共五百颗,八十两一颗给你。 这个数里得减去四万两,有没有错? 没错,没错。 喜不自禁地打开袋子瞧了瞧, 哥狼头眼睛都笑眯了,出去四万两,回去他能卖出十万两还有多。 要不是在海上飘几个月,只卖这个不合算,他都想只做这买卖了。 可惜三小姐的货还是少了些。 下次能不能再加一点数量,你钱可怎么样? 啊?你确定?这药丸虽是消耗品,但也不会人人都吃吧? 没事没事,这药尼忧,两钱可我抖药。 话如初看向东飞,还有吗? 还有一百颗的样子,您不是说要留给琳琅阁卖吗? 好,先给他,琳琅阁的你在做。 是。 哥狼头大喜。 三小姐,你是好人。 我再是好人呢,也是要收银子的,再花去八百两。 云叔,将银票数给他,老规矩,去扬州利益钱庄兑换。 还有,帮我带人带货去扬州,那边琳琅阁的香水买卖也要做起来了。 没问题,八条川,随便你这么装。 文佑随意看了眼账本上的数字,饶指以他的心性也打了个秃。 这个树木可真不小,就这样他还说自己穷。 他那点银子放到如初面前就是当个零花的。 香料肯定会豪卖,明年再给我多送些来。 你要是能给我弄来几个南朝内有的调制香料的方子, 我再多给你准备一些你要的药丸。 还有,黑珍珠尽量多地给我送来,给我的货全部不能太差。 这方面,我不是个好说话的人,你应该知道。 三小姐,我恨谁也不敢恨你。 你下手看假诗狠,可你很有心语,很爽快。 我喜欢恨你做圣意,不会将这个几回让给别人的。 葛狼头猛掌对方志气,灭自己威风。 这一年两趟的买卖让他赚了多少,看葛家现如今的情况就知道。 不知道多少人盯着他,想将他踩下来好取而代之,成就下一个阁家。 他很清楚,如果他的货让三小姐不满意了,三小姐一定会不再和他合作的。 他有许多选择,但是只要不在货里面动手脚,三小姐也不会因此就做得过分。 哪怕他明知道,就算他在价格上动一动,他也得接受。 毫无疑义,三小姐是个狡猾的生意人。 可在这个基础上,他还是个很正派的生意人。 要是可以,他都想着合作一直继续下去。 他年纪健大,就让儿子上。 反正他儿子也多,最大的都十五六岁了,明年后年就可以带着跑跑了。 哥郎头心理算盘,波得披拉披拉响。 向三小姐以及初次见面的文大公子告辞,头重脚轻地离开。 哭穷?嗯? 心里也在算账的话如初,听到这句话,一时还没反应过来。 当然,他很快就反应过来了。 不过,显然这不是承认的好时候。 装傻道。 嗯?什么? 文佑拿起他还来不及收起的证据。 边翻看着,边道。 你告诉我,你哪里穷的? 他是绝对不会否认他穷的。 今天就出去这么大一笔银子,怎么不穷啊? 别当我没做过买卖。 好吧,这人暗地里也是把着一些买卖的,不好糊弄。 话如初将账本抢回来,扯开话题。 太子继位后,那些买卖怎么办? 整个南朝都是他的,还看得上这些小钱。 太子暂时还没有说起此事。 话如初心里一动。 要是太子不做了,你说,我们有没有可能埋下来? 在他问起的时候,文佑就知道他是打了这个主意。 看他兴致勃勃的眼神,虽不想让他失望,却还是不得不应起心肠否定。 不能,你那晚提醒我过后,我好好想过,不说要马上拉远和太子的关系,却不能再亲近了。 我是功劳太多,而你作为一个内命妇来说,太过鲜艳了。 我不想你被人惦记少,不管这人是太子还是其他人,都不是好事。 话如初是,又高兴又难过。 高兴,阿游一沉下心来,就想得如此周全。 难过那些赚钱的买卖会变成别人的,银子会跑别人荷包去。 明明是他更有机会,与其给了别人,还不如让太子继续长着呢。 不过也是,哪些买卖是太子的,有些人都知道。 为了讨好他,以后那铺子里,他们只愁生意太好了。 可惜了来钱快的茶叶茶菊铺子,那还是他出的主意。 要是在他手里,他能赚多少银子? 多好,多稳的一条生财路子。 给了太子,他是不得已。 双手奉上,还得赔上笑脸。 可给别人,他不甘心。 诶,你说,又是我去识多太子妃? 让他将这些买卖从太子手里接过来,掌握在他手里,他会不会同意? 南朝至今为止,还没有过皇后做奶奶的先例。 如果需要,不管是什么,都会有人抢着送到他面前的。 不一样的,话如初迅速在心里推敲这事的可能性,自觉希望很大。 整日在后宫待着,为个男人伤神伤心,还不如做些事,分分心呢。 我改天去探探他口风。 魂幼满眼纵容地看着他眼波流转,不用想也知道他在琢磨什么。 没有再说出让他不高兴的话来。 在琳琅阁再掀起大波兰之前,之前曾有过准备的医馆回春堂悄悄地开业了。 没有炮烛声声,也没有通知任何人,挂上牌子,打开大门便再没其他了。 在这样清幽的巷子里,又是这般不声不响的。 要是一般人,恐怕就是开业个一两个月都没多少人知道。 可在牌子挂出去后不久,巷子里便热闹起来。 华如初自然是早早就来了。 他倒不是来帮忙带客的,而是因为一件喜上加喜的事。 东菲有身子了,就在今儿个一早诊出来的。 话如初都想狠狠给他几下。 明明自己就是大夫,两个月了居然都没有发觉异常。 你就没发觉你的小日子没来? 东菲手捂在肚子上,还是一脸的不可置信。 这里面居然有娃了。 前几天才算了日子,想着就是这几天了。 你把中间空缺的那月直接忽略了? 婢子以为上个月来了的。 华如初已经没什么话好说他的了,也不想再和他扯这事,那只会气着自个儿。 这里伺候的只有两个小丫头和两个小丝,以及一个粗屎婆子。 华如初还是他挑的人,以前是够了。 现在要伺候一个有身子的却是不行。 云说,还有夏妍,你们有时间呀,就常过来陪贝东菲。 另外再挑两个稳重能干得过来。 他这茅草镜子我不放心。 别院那四个丫头不是已经调解好了吗? 将她们放到我身边来吧,再随你们都学着些。 是,想到姜伯难得一露的笑脸。 华如初不由得也露了笑。 没有血缘的一家人,有了孩子这个纽带。 以后就真成一家人了。 本章播讲完毕。